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來 Ann 與Lam 這個頻道 我們今天繼續分享秦小莉的戲劇人生 我們今天分享的是秦小莉所拍過的電影 秦小莉在1941年 就是已經以同星的身份首演 和香港的大觀星片有限公司 演出外國電影《民族的酵星》 直到1949年 先後在南洋、三星、華華等影片公司拍過影片 作品有《玉山藏坦記》1949年 《范妮花》也是1949年 在20世紀40年代至50年代 秦小莉接拍了約80部電影 包括《一本萬妮》1951年 《傻合妖姬》1952年 《新玉山藏坦記》是1957年拍的 在1960年拍攝完成之後 拍攝完成這個鐵臂拳王之後 他就適應移居到美國的舊金山 他演出的電影全部都是黑白、粵語、對白 以及屬於香港電影 而這些片種是很多樣化的 包括有粵劇、文藝故事、倫理教花、武俠奇情 偵探員儀、科幻神話和喜劇等等都有演出過 在1941年 在1941年 秦小莉就出演了民族的烤星 是以同星的身份拍攝 去到1949年 他就拍了《玉震狀龍嘴》 那部片號資巨大 古羅馬宮廷的報警 接著就出演了《范梨花》 秦小莉是做《范梨花》 還有《玉山藏坦記》 他飾演《坦記》 還有《大鬧粉莊樓》 他是飾演拍《玉霜》 來到1950年 秦小莉出演過的電影 包括有《火燒玉石》《琵琶精》 他就是做《琵琶精》了 《長段姑嫂》 《段祥夫》 擔任主演的是余麗珍 他是做《二邦花蛋》 飾演《郡主》 接著有《大摆烏龍陣》 還有《武潘安大鬧三門街》 秦小莉是飾演 《武潘安楚雲》 還有《白網佔龍宮》 他飾演《白網貞》 《天魔女三氣濟癲》 他就做《天魔女》 《奇俠雄劍》上集 《大獨裁者》 《天魔女大戰牛魔王》 秦小莉飾演《天魔女》 接著有《六道河仙菇》 秦小莉就做《河仙菇》 而在《龍虎杜江宮》 他飾演《坦紀》 至於《玉面霸王》 《大戰野女郎》 秦小莉就飾演《野女郎》 在《少林七合五探》 《鵝眉山》 他飾演《泳春三略》 還有《胡惠拳打機房》 《荒山女合血戰飛雲塔》 《蕩虎殺妾慘案》 他飾演《楊玫瑰》 《鵝眉鴛鴦劍》 還有《火燒平陽城》的《上下集》 《英雄難過美人關》 秦小莉就做《王曼娜》 而在這裏還有一部 就是《楚雲雪夜道彈郎》 在1951年 秦小莉出演過《方剛女合大破五宮陣》 《將軍瑞情殺賈寶玉》 他當時飾演《摩登小姐》 白玉鷹 《失魂魚》就做《惡妻蘇》 《錦秀蓮華》 《女兒香》 《情困母潘安》 他飾演《史錦平》 《珠海三紅》 還有《仁海八大仙》 他飾演《賣花女》和《酒家女》 《侍應何仙姑》 至於在《椰花那》和《嘉花香》這部電影裡 他飾演《舞女》 還有《瑞蓮後母心》 《少林五大奇俠》 《銀河飛馬》 秦小莉飾演《公主》 《寶劍明珠》 《阿里塔塔》 他飾演《莫蘭》 秦小莉在片裏大跳《玉錦蛇舞》 還有《十二金猜汽玉郎》 《星官發財》 在《一本萬利》裏 秦小莉飾演《秘蛾》 《利玉霜》 秦小莉在片裏表演《美人出玉》 又演唱主題曲《基香添風雲》 至於在《月宮寶登》裡 他飾演《公主》 在《丁財兩王》裡 他飾演《張美妮》 而在《奇俠雌劍》下集 他飾演《白秋萍》 《方世玉千里送艷良》 他飾演《艷良》 《魔宮妖侯》裡 他飾演《妖侯》 而這套片是很多場的欲感艷舞 都是由他表演 《銀海春光》 他就做大明星 《拿渣爭奪罪寶盆》 他就飾演《張四娘》 至於在《恩重情深》裡 他就飾演一個歌女 叫做《白玫瑰》 還有就是《阿里巴巴大戰摩天嶺》 他飾演《莫莉娜》 來到1952年 秦小黎 《秦小黎》飾演過的戲劇的片有 《的樹之間難為舞》 《大破黑》 《風寨》 《鋁合白蓮花》 《怪麵虎》 《大鬧呼嚕洞》 《月夜癡雲》 他飾演《姚玉玲》 還有《光碎王》 《夜祭珍妃》 《八般佬》 《八古佬》 《霓宮四妖》 飾演歌女李莉 和《傻合妖姬》 他飾演《妖姬白萍》 在1953年 秦小黎 出演過《雪夜仿情僧》 他做《蘇曼妮》 《賊美人》 他就做《賊美人》 《新風神榜》 他飾演《坦紀》 《船弓情侣》 《朱伯戒》 《朝親》 他是飾演朱伯戒的老婆 《華高氏》 而1954年 他就出演過《龍公仙子》 他做《荷花仙子》 1956年 秦小黎就做過《九九大血案》 他是飾演秦奴西 詠春三娘 詠春三娘和《洪器官》 他是飾演方永興的 去到1957年 秦小黎出演過《龍虎杜姜公》 當時他是做《坦紀》 至於1958年 他就做過《新玉山藏坦紀》 飾演《坦紀》 《火葬山坦紀》 他也是飾演《坦紀》 而《風火宋慈雲》的上集 他就飾演《龐妃》 《風火宋慈雲》下集 都是飾演《龐妃》 而去到1960年 就是他的遺作了 《鐵臂拳王》 他當時是飾演《維爾雪貞》 秦小黎在美國 撰寫過一首福音樂曲 叫做《耶穌仲》 曲記是汽水鴛鴦 暫時是由秦小黎自己本人做 曲詞是這樣的 《耶穌愛》 《常永在》 《捨身拯救罪人》 《偉大災》 《人要相信》 《必得救》 《有永生》 《得到福和愛》 《莫富主恩之期待》 《歌聲讚美》 《真心敬拜》 《主慈愛》 秦小黎的遺物 在2007年11月20日 是粵劇藝人 供奉祖師爺華剛師傅的誕辰 在中國廣東省佛山市 舉行了華剛丹紀念活動 在活動期間 還將舉行粵劇名令 秦小黎所用服裝道具的 捐贈儀式 是由秦小黎的包弟秦潤明先生 將他生前所用的服裝、道具等等 共22箱 捐贈給廣東粵劇博物館作藏收、收藏品 好 秦小黎的粵劇人生就分享到今天 希望大家點贊、留言、分享 還有記得訂閱 拜拜